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11号 今天是北美的星期天 但是我看了一下 特别是在这个俄乌前线 今天全都是硬材 所以我想呢 今晚星期天嘛 咱们也来更新一下 几天前8月8号咱们已经讲了 乌克兰军队已经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 许多军事分析师都在想 会不会和前两次小规模的越境突袭一样 叫打带跑 这是一种声东击西或者唯威丘照的企机 但现在一看 关于还是要直奔400多公里外的莫斯科 这样的猜测都出现了 至8月11号早上 乌军控制的俄国领土经目测至少有530平方公里 这个占领面积是有一定争议 有的说多一些 有的说少一些 因为战斗的动态变化很快 控制的标准 控制哪个区域 这个控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是吧 是否包括对占领区残敌的肃清呢 是否包括对居民的安抚呢 我那就是采用最保守的估计530平方公里 所以呢 从现在的战斗态势和实际占领区域来看 可以100%确定这不是突袭 而是攻城掠地 要知道这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乌军取得的这种战绩这么大面积的领土 已经完全多余了过去两年俄军在乌克兰发动的进攻 虽然这是一次出其不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由于乌方严守行动安全 所以泽连斯基和军方一直守口如瓶 但架不住网上大量的活跃的开源情报师 争先恐怖的发布包括地理定位在内的战情报告 所以咱们今天也就有了大量的情报可以谈论 还是这个按照通常的方式咱们一步步的说 首先呢 这个先解释一下吧 就是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外国军队进入俄罗斯 有朋友说了 江峰啊 你这是乌军的反击 你不要用入侵这样的措辞 实际上我为什么要用侵入 invasion 第一个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攻入对方领土就是一种对敌国的主权的军事冒犯 就是符合侵略这样的定义的 那么西方现在媒体普遍报道这个事件也采用这个词汇 第二呢 反而是俄罗斯竭力避免入侵这个词 在他的媒体宣传中出现 因为两条 首先太丢人了 是吧 一场媒体天天宣扬胜利走向胜利敌人不断溃败的侵略战争 突然变成被对手入侵了 谁再说谎 瞬间暴露 其次呢 普京的政治威信要比普利格基的那个瓦格纳造反 还要更受伤 普利格基怎么说还算自家人是兄弟席墙吗 说那这回是敌人入侵了 那普京你有能力保卫国家吗 普京信誓旦旦的说 如果俄罗斯主权与独立受到威胁 将使用核武器 这可是对着全体俄国人在国家电视台说的 现在乌克兰入侵 是不是 就是对主权和这个独立的最大威胁了嘛 你会使用核武器吗 如果不用 不用普京的政治地位风雨飘摇 用本月一定介入直接干涉 立刻完蛋 是不是 所以俄国官媒统一口径称 称这个乌军的突击为恐怖袭击 就是可以避免普京面对侵略的尴尬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 乌军对俄国平民采取了暴力攻击 如何称之为恐怖袭击呢 我这里开场就顺便做这么一个解释 就是我做节目的这个立场 包括对每一个关键词的一个考量 也算是对上次节目中吧 朋友们提出来的问题的疑惑做个解答 俄军呢 已经进入了第六天的激战 已经有超过76000人撤离库尔斯克地区 这里每一个人都将是亲身见证真相的人 不管是投降和战斗的军人 还是出逃的居民 所以说这个极权制度 它就是一个不作不死的制度 我们不禁要问 在战争这个阶段 乌克兰是如何出其不意的击败俄军的 也击穿了普京的谎言的 要全面了解俄军在乌军越境攻势之前 和期间的表现的上去时日 毕竟双方还在战争阶段 获得和利用情报的方式 形成作战方案的过程 这就是个生死攸关的秘密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我们可能也无法知道 乌克兰为这次进攻所准备的情报和计划 但是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和这个开源情报 可以基本有个大概 好 咱们就来看看这几天这个惊心动魄的战局 先看双方司令 跟下军旗一样 经拿细算的是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将军 显然是超过了天天泡在酒坛子里的 俄罗斯总长格拉西莫夫将军 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 就是瑟尔斯基的胜利 却是苏联军事理论的完美这个范例 因为它相对很少现代战争元素 为什么那么说呢 首先 这个瑟尔斯基上讲的是俄罗斯裔的乌克兰军人 曾就读苏联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院 所以他是俄式或者苏式的军事理论教育出来的人才 毕业后 他在苏联炮兵部队服役 苏联解体后呢 瑟尔斯基的部队转由乌克兰指挥 之后他就进入了乌克兰国防大学深造研究生 对格拉西莫夫来说呢 他就是一位知己知彼的对手 既熟悉俄军的打法 又有北约的助力 但是此次乌军的攻击方式并不是北约的模式 众所周知 北约打仗是先用飞机轰炸戍变 然后再用远程大炮再轰击个戍变 土圈翻起来了 动圈塌了 然后消灭大部分的危险因素取得绝对空优之后 坦克步兵再上 对吧 那这些北约作战模式这里都没有看到 不是乌军不想要空优 说实话 现阶段还不能指望乌国空军的 提供任何形式的大量空中支援 对乌军最有利的是以下几条 第一呢 就是他面对的不是乌冬 所以他面对的不是在20公里深的 俄军雷区中苦苦挣扎 更不用说还要在战壕中遮伏 每天遭受俄军炮兵的持续抛击 以及数十、五十次的空射飞制 这个飞制到滑翔炸弹的信息 这里不是乌冬主战场 俄国人他会在乌克兰领土上毫不吝啬的布板地雷 但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放地雷 恐怕要被俄国老百姓骂死了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俄国人自大缺乏常规的这种布防 他相信了乌克兰受制于美国 拜登让他不能侵入俄罗斯 于是这一条绑着乌克兰战斗的锁链 反而成了泽连斯基最大的战略隐蔽性 你可能会问了 F16不是到乌克兰了吗 是有空中优势了吧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先卖个关子 以后有机会再说这个乌克兰的F16 但在这次乌军的跨境行动中 我没有看到任何开源情报显示F16参与作战了 但是F16的存在 它的这个超视距打击能力的确是强有力的 成为俄国太空军升空的障碍 很多人曾说了 就是俄国空军不是吃素的 那4000多架战机呢 大量换装新四代版怎么就干不过你F16了 你看那个萨兰姆当年的空军实力 现役800多架比印度都强 但是面对美军的攻击他做了个什么事 竟然把飞机都埋在沙漠里了 独裁者非常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把飞机们留在哪天挖出来 还能用还能欺负周边小国 还能吓唬自己的国民 是吧 你们谁也被想造反 老子有枪杆子 老子还有飞蛾子 对不对 那面对真正的这种跨带打击 他是逃不过去的 那么第二就是乌军的进攻是有预兆的 7月底库尔斯克俄军指挥官报告说的 乌军在边境上出现了异常集结 无人机开始攻击 这个有缺乏经验的边防军把守的这个欠航防线 但是我刚才说了 美国对乌克兰不能越过边界的限制 反而成了最大的掩护 乌克兰东北部边境线一直很平静 俄军总参谋部对这里的局势动态并不重视 所以呢 俄军的大意也是乌军有力的条件 第三呢 要说就是灵活的作战方式和军事行动的迷惑性 8月6号乌军战斗开始 向北迅速包围俄军前沿阵地 碾压了那里 俄军的大约三个缺乏训练的营 这里有个关键因素值得军迷们的关注 大家都知道俄军的也有无人机 是吧 伊朗的来自中共国的都有 相当强大的无人机作战团队的 为何没有发挥作用呢 因为乌军把电子战系统拖到前线了 切断了俄军的通讯 俄军抱怨他们的无人机无法工作 有意思吧 这一点其实在当下的台海对决当中 台湾怎么知道 它自身 再加上西方的这个电子战科技是碾压大陆对变的 是吧 这个程度 碾压程度是不可置疑的 相关系统的使用到现在一直没有暴露 但是此次乌军的反击中是得到了实战检验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乌军对俄军后方进行突袭 同时向东转向 渗透兵控制了苏甲 这项任务是8月7号就完成了 从而迷惑了俄军的总参谋部 就不知道俄军到底要干什么 所以俄军总参谋长之前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俄军就没有计划了 没有计划就根本无法作战 包括中共在内的俄式军事教条当中 我跟大朋友们提过了 它是个金字塔形的指挥体系 一定要等上级的指示 根本没有应对战场突变的能力 中共更甚 对吧 要听习近平一个人的 那么他的军官接受过的训练是什么呢 必须按照严格规定的程序行事 如果没有计划 那么他们就会什么 无所作为 或者什么 只能逃跑 接下来受到乌军突袭打击之后 俄军就开始增援了 但是8月7号傍晚起的这些情况呢 实际上也都在苏联训练出来 这个乌军总司令的预料之中 你看俄军在乌克兰无人机的众目睽睽下增援 就干这种事 人家都预料到你了 于是M142海马斯和多管火箭炮系统远程武器 帮助下就摧毁了俄军的几支增援部队 有很多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在外面看到了 死的是很惨 人都在军车上 没下来 一车一车的干掉了 极数炸弹嘛 用的是 那么再加上有一条 就是库尔恰托夫居民的一个断电的大规模的恐慌 俄军增援向西 成千上万的人是向东逃亡 俄军的增援部队就遭遇了境内 这些流离失所者长长的车队的阻塞 这使得他们的行动的缓慢下来 所以俄军反应越慢 那乌军是不是就争取时间更多 它包括炮兵的增援部队陆续就进入俄罗斯境内 越来越快 虽然从8月9号开始 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员们奉克里姆林空之命 都在坚称说俄军已经阻止了乌军的推进 但实际上呢 乌军只是9号凌晨才开始真正的推进 从连接斯纳格斯特、辛万诺夫卡以及马丁诺夫卡等地的防线 向北部和东部方向扩大去进入俄罗斯的桥头堡 打了四天仗 现在连俄军总参谋部也都清楚了 乌军没有军方和宣传机构宣称的五个 更没有15个乌克兰旅参与其中 实现突破的只有三个旅 外加几个独立营、一个炮兵旅和几个无人机部队 乌军的大致布局是这样的 咱们看先看西段 西段是由克里尼沃及以南地区 这里部署了第82空降突击旅 请注意就是这个旅的装备呢 包含了英国的挑战者坦克、雕属式步兵战斗车 斯特莱克装甲车和M109自走号 那么中间这块中央区 苏甲以及以北地区部署的是22机械化旅 装备的是波兰PT-91坦克或者T-72型坦克 BMP-1步兵战车和苏式的那种老装备了 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叫做2S-3相思自走炮 南区呢 南区是苏甲以南 部署的是第88机械化旅 装备了T-72坦克和BMP-1步兵战车 但考虑到该地区的地形破碎 怎么说 用这些武器也不足为奇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我是不是就是透露的太多了 万一被俄罗斯人听去了咋办 其实就像下棋一样的 我透露没关系 告诉棋子怎么摆放的不重要 对这个斯尔斯基或者格拉西莫夫 和他们的参谋团队来说 关键在于如何下棋 你使用成千上万的部队、车辆、火力 你得一边听着情报部门 关于这个敌人动向和位置的报告 一边得计算什么位置或机动会有优势 前苏联不是出了很多国际象棋高手吗 他们必须比对手提前十步、二十步、甚至上千步的计算 乌军总司令下一步怎么走 相对来说是容易 为什么 它关键是弄清俄罗斯援军 正沿着什么道路向什么方向、地方移动以及移动速度 这个已经得到证明了 海马斯的打击已经是有效的 所以它这个下棋不难 对莫斯科的总参谋长而言 关键问题是什么 乌军机械部队它要做什么 它在哪里可能会向哪个方向发动攻击 它有多少弹药和补给 能让它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攻击呢 这个它弄不清楚了 只要情况不明 俄军除了试图建立一条连贯的前线 不会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应 打个比方就像这个阻挡溃坝前的管涌一样 你都不知道管涌在下面发射的那个地点 你往哪儿填石头都是徒劳的 如果一支乌克兰部队在俄军已经建立的前线的后方突然浮出水面了 那好的 俄军的前线马上就可能崩溃嘛 因为俄军军官没有接受过这种无计划灵活应变的这种训练 最多就是见招拆招 然后发现乌军出现在拿几个营的兵力去堵漏去 堵漏洞 但是这样只会浪费更多的兵力 并可能打破现有防线的连贯性 你肯定是拆东墙补西墙嘛 就这个概念 对吧 你拆做几个营那地方 几个营原来把守的地方就空了 而且在准备堵漏反击 也就是接近战场的时候 你还会遭遇很多的变故 比如说被长距离打击的海马斯和类似武器击中 甚至急速炸弹一次性就破坏这种堵漏增援 还有可能就是遭遇乌克兰人的伏击 側翼孤立等等 总而言之吧 就是俄军的变化招数不多 乌军可变因素太多 所以这盘棋呢 俄军的格拉西莫夫很难下 只有一条解决方案 那就是格拉西莫夫设法将足够多的俄军部队 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北部 克里米纳和这个巴赫木特类似的地方拖出来 把他们带到哈尔科夫地区 但是这样不就正好中了 乌军的维典打员的其中一计吗 与此同时 格拉西莫夫的后备部队呢 已经所剩无几了 那些所谓精锐的部队 大型机械化编队 如第九十九零坦克斯 第二第四摩布斯 这些都是在俄军在全面入侵之初 曾经拥有的 也是为全世界睁大了双眼害怕的部队 结果在过去的两年里面 这些部队已经锐减 几乎失去了所有顶级装备 像T90 没剩几台了 即使是它的战略预备队俄罗斯空降军 也大多在参与这正在进行的战斗 或者是对摇摇欲坠的动员兵去进行督战 再加上这个空降军本身也不是原装的了 还是被消灭后由预备役人员重新填充的部队 问题是现在格拉西莫夫没有一个师 被证明有能力有装备进行加强连以上规模的攻击 就算格拉西莫夫把军队调过来 那也是一支难以成军之军了 截至8月11号过去48小时最大的新闻 就是俄罗斯增援部队开始抵达战区 且不管江峰刚才怎么分析它是无法成军之军 咱们到现在看看他们是怎么布防的 来自战略预备队的两个空降营 还有第79魔部团、第272魔部团和第138魔部旅 他们都是从哈尔哥夫北部地区调过来的 来自比尔格罗德州的第15魔部旅 来自阿瓦迪夫卡的地区的第810海军部兵旅 还有第38魔部旅和第64魔部旅 除了两个空降营之外 所有这些部队当中没有一支是新立军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都经历过了对乌克兰防线长达数月的碾压 打得很激烈 所以这些部队都经过了重新配置 也就是说被打掉了建制重新拼凑的 这样指挥就是很大的问题 士兵的训练也是很大的问题 他们疲惫不堪、营养不良 许多人已经几个星期没洗澡了 这几天在库尔斯克地区听到乌军最大的主要抱怨之一 就是俄军战俘臭气熏天 至少在7到10米之外就能闻到 能摆在格拉西莫夫面前的问题已经是普京的问题了 这么多部队不好用 用了也打不了仗怎么办 那就是要有足够的炮灰才能顶上了 现在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产生 你看回防的乌军对侵入没有办法抵御 那原来的战场呢又变得脆弱 不仅被削弱的俄军开始在哈尔科夫北部失守 而且已经发起攻击的部队 比如在巴赫木特、托雷斯克和阿瓦提夫卡 现在也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计划获得增援和补充 后来的枪炮远程火力那都拿去保家卫国去了 同时的乌军队增援部队又是如何打击的呢 早在8月7号傍晚 第15摩布斯就遭到了海马斯的袭击 第128摩布团紧随第15摩布团之后呢 转向南方的某处又遭到了海马斯袭击 这部队剩余部分随后就冲向了别的地方 偏离了原先的军事目的地 第810海军步兵团是前往克雷涅沃 声称已经于8月7号击退了乌克兰人的进攻 实际上情报显示 昨天乌克兰人一直突袭到了 这个克雷涅沃的北边叫雷利斯克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不就是咱们叫包饺子吗 那包饺子的合围就要形成了 克雷涅沃的俄军已经在孤注一致的战斗了 此外 库尔斯克方向东方空军基地遭到了海马斯和无人机打击 这是第14战斗机航空队和第332直升机航空团的基地 估计这两支部队呢 必须要挪窝了 另寻基地 所以说 咱们说这胆大的泽连斯基的行动 实际上已经宣布 这项美国对乌克兰在俄国境内打击的禁令是真正结束了 乌军把战争的主动权从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手里要回来了 就连在俄国电视台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喉舌 也就是咱们说叫俄国张照忠吧 那也显得紧张不安 俄国人管他叫军事战略家 是不是 霍达里奥诺克在这个黄金时段大声问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是吧 而刚跟普京签署了新的历史文件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承诺将在任何一方遭受侵略的时候互相帮助的金正恩 这时候毫无声心了 大哥 别怪我 你看我正在朝鲜抗风救灾呢 美国在提供武器的时候是有紧箍咒的 乌克兰官员在西级期间与华盛顿取得了联系 希望获得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 用于在俄国境内的许可 8月9日 五角大楼表示 乌克兰确实获得了充分许可 而欧盟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波雷尔 他的发言人叫斯塔诺 明确欧盟对战争最新进展的立场 他们说 乌克兰有权在必要时在自己的领土上打击敌人 英国则警告伊朗不要向俄罗斯发送导弹 因为有报道称 德克兰将向莫斯科提供数百套FATH-360系统 俄军数十名人员正在伊朗境内接受使用这些武器的培训 这些是一些进程导弹 所以俄罗斯如果使用这些导弹的话 可以把手腾出来 把远程武器腾出来继续攻打乌克兰的境内 用这些短程武器来对付这些公路境内的乌军 但是你看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伊朗给它导弹 是吧 伊朗正在面对报复以色列承受的压力 大家看是不是有意思 是吧 朝鲜要出兵 家里洪灾了 中国要出钱 中共国要出钱出技术 自己家里经济下滑 挣缺钱 那技术也被美国人卡脖子 是吧 所以你仔细端详邪恶轴心国 一句话概括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有一点呢 比乌军的入侵行动更具威胁性的 就是俄罗斯人的人心相悖 不仅俄军成批的投降 比尔哥罗德地区居民居然家道欢迎乌军的到来 是吧 这让人不仅想起二战苏德战争早期的类似场面 苏联人民竟然家道欢迎德国侵略者 妇女们用的木盘子 盛着牛奶 面包和鸡蛋送给德军 甚至后来还有一个叫做爱沙尼亚师嘛 这都是成建制的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反苏军队 为什么呢 因为斯大林主义作恶 祸国殃民嘛 人民看清了 谁是真正的国家的敌人 其实鸦片战争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课本里有 三元里抗英 却不知道的 根据道光朝筹办一物始末中就记录了 就在你三元里 当时给英国人提供情报引路 甚至直接参战的有1200人之多 而八国联军更有什么呢 那八国联军到那个京津 攻入京津后 京津市民做带路党啊 是吧 告诉八国联 是吧 这边城墙好爬 即便是普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灾祸 包括俄罗斯现在对西方的对抗 包括现在发动俄乌战争 这个恶因都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时期对抗和贫困造成的 所以朋友们 一个民族要收拾共产主义留下的祸害 往往要经历不止一代人的继续苦难 才能慢慢的缓过劲来 这也是中国无法无事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